大家好,今天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甘雨表示 27日按照中非双方达成的临时性安排 菲律宾派遣了一艘民船对其坐滩仁爱礁的军舰 运捕生活物资 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运捕行为加以确认并全程监管 中方希望非方 信守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 甘雨表示 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甘雨22号表示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基三点原则立场 中方近年来持续同非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磋商 并日前就运捕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 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 推动南海局势降奔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与菲律宾的外长 马纳罗举行了会谈 26号的时候在东盟峰会 王毅与马纳罗会谈 王毅表示冲突对抗没有出路 对话协商才是正道 希望非方认真思考中非关系未来之路 同中方相向而行 王毅说中非是隔海相望的近年 牧林友好互利合作 共谋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中非交往近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再证明良好的关系建设起来不容易 破坏起来却很容易 那么当前中非关系又面临严峻困难挑战 根源在于非方一再违背双方共识和自身承诺 不断推进海上侵权 并放大舆论炒作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 坚决反对 菲律宾如引入美国中岛系统 将制造地区紧张对立 引发军备竞赛 完全不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王毅说中方近日急救 人爱交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问题 同菲律宾达成临时性安排 以维护海上局势稳定 关键的是非方要履行承诺 不要再招令戏改 出而反而 不要再反复倒退 节外升至 否则中方必将与坚决回应 王毅指出 中非关系目前在十字路口 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冲突对抗没有出路 对话协商才是正当 希望非方认真思考中非关系未来之路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双边关系 早日重回正轨 马纳罗表示 非中传统友好历史悠久 双方在平等相待 互惠互利技术上 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尽管双方因海上问题 面临困难和挑战 但非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缓和局势 建设性处理分歧 近期双方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 就管控海上局势达成一致 体现了双方的善意 同时不影响各自立场 非方愿落实好这些共识 明年的是非中建交五十六年 非方愿本着真诚务实的态度 同中方加强沟通 增进互信 改善双边关系 同时美国方面现在也在澳大利亚北部就介入南海问题兴建军事基地 根据路透社的文件 美国的国防部官员正是美军方正在澳大利亚北部建设基础设施 帮助其在中国爆发危机时向南海投放力量 比起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海岸时 坎培拉北部达尔文更接近菲律宾 长期来就是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驻军城镇 包括澳洲的国防军 以及每年有六个月驻扎在此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 向南几百公里 澳大利亚的皇家空军 廷德尔空军基地也是澳大利亚空军关键力量所在 是美国喷漆式战斗机近期演习中的临时基地 美国目前正在该基地建造价值数亿美元的设施 为B-52轰炸机、F-22隐形战机、加油机、运输机提供支持 所有这些是该地区分散美军力量 降低脆弱性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 文件显示情报简报时 供轰炸机使用的升级跑道、仓库、数据中心、维修机库也在修建中 官员们正在罕见的访问几个北部基地 大公门的燃料储存设施已经建成 该项目计划于24年和25年建设 使澳大利亚北部成为美国空军、海军建设之处的首要海外地点 那么澳大利亚的空军基地 中国方面也进行了回应 中国方面也将部署能够打到澳大利亚本土的中程弹道 中国方面实际上也在积极地在部署中程导弹 对澳大利亚也进行警告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美国在南海的布局 包括现在在日本 日本防卫省也正是 日本现在在日本最东端的岛屿已建设导弹发射场 这岛叫小绿园岛 在南部建设导弹射击场 日本陆上自卫队从地面攻击海上船只 12是陆基反舰导弹训练 该导弹射程是100公里 发射装置计划部署在西侧 导弹将向离岸数十至数百公里的把船发射 该射击场将争取从26年投入使用 从日本和澳大利亚联合部署美军力量 包括导弹技术设施来看 美国现在正在东北亚地区 打造它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围堵网 美军正在后撤 把澳大利亚和日本向前 促进日本和澳大利亚结盟 然后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围堵 而美国要躲在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 远离中国的打击半斤 那也说现在美国正在后撤 而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被美国推向前线 那菲律宾实际上就是美国 现在在整个围堵中国战略中 菲律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说美国要利用在菲律宾 还有在台海和日本朝鲜半岛 这种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关系 要促使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半结盟状态 来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围堵 所以实际上你看到美国正在后撤 而美国这些盟友正在向中国 还有俄罗斯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 也就是要和中国和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 发生摩擦甚至战争 而美国的正在积极的寻求 利用这种战争和冲突 获得自己的战略力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就是现在包括菲律宾 包括台湾 甚至包括韩国 在查一半的问题上 其实都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一个地缘政治工具 那中国现在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已经做好了 最后收复南海岛礁的准备 菲律宾方面也非常清楚 那么一旦突破了中国的底线 那这个事情不可挽回 那么也就是说不用谈 中国就可以收复南海岛礁 而菲律宾是非常明确的知道 不会获得美国的援助 因为美国整体在向后撤 美国自己都知道自己的军舰 很难进入第一岛链 那菲律宾呢 菲律宾实际上就是棋子 菲律宾方面 我觉得自己也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菲律宾前一段时间 高调和中国在南海 进行这种对峙 结果没有获得美国任何的声援 也没有获得美国任何的援助 所以实际上你看 美国他利用自己的盟友体系 把盟友推在前面 自己躲在后面 那未来呢 像澳大利亚也好 你像这个日本也好 他们也只是美国的一个马前卒 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中国未来和美国的竞争 你可以看到 美国这些盟友 未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特别特朗普上台以后 关系会非常有趣 就美国一方面要让这些盟友 和中国的关系搞坏 自己呢 不得不投靠美国 美国会驱赶这些盟友 像驱赶一些牲口 像驱赶这些动物 像狗一样 对吧 去咬中国 咬俄罗斯 那么这样和中国的关系更坏 更坏以后 他们就可以继续的 从这些盟友身上获得利益 因为你只能依靠我 那我就可以 川普上台以后 就可以跟你这些盟友 对吧 日本呢 韩国澳大利亚 要求更高的军费 要求更高的驻军的补贴 对吧 我对你的很多的 对吧 经济上的建议 特别是你必须购买我国债 你如果反对的话 那我就不能提供给你安全 像你现在和中国俄罗斯 你们已经闹白了 为什么闹白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独立 没有自主 你们变成我的盟友了 被我这一忽悠 自己就上去跟中国撕开 结果没有回旋余地 撤有撤不回来 跟中国闹白以后 安全受到威胁 那我美国呢 我美国给你提供安全 那你所有的问题 都要听从我美国的指示 所以你看美国 他整体的盟友的战略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利用敌人 利用中国和俄罗斯 来恐吓自己的盟友 通过恐吓自己的盟友 反而完成了自己 收割盟友的战略 我不能收割中俄 我就收割盟友 所以你看什么叫霸权 这就是霸权 美国这些盟友呢 有些国家非常明白 不愿意和美国过多来往 但有些国家 他出于自己的国家的安全 还有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 像韩国 他没有选择 只有完全投靠于美国 如果不听美国的 那这个国家不存在 而像菲律宾 像日本 他还有一个回旋余地 像菲律宾 你可以看到现在 菲律宾和中国之间 达成这个运捕协议 其实就是菲律宾 不希望把整个时代升级 因为看懂了美国 不会救自己 日本现在也非常清楚 日本和美国这些盟友的体系 日本是顶在最前面的 日本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完成自己的国家正常化 不被当成一个非正常国家 就是军国主义 一直想的 我们的军队 我们也可以拥有正常的军事力量 能够出兵海外 那正好利用中国和俄罗斯 和美国竞争这种关系 把我松绑 所以日本它是主动的 而菲律宾这国家 还有其他一些南海国家 东南亚国家 他们是被美国裹挟的 而中国和俄罗斯 一直被美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其实是美国主动制造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地缘证 你看这个布尔金斯基 或者美国的基金阁 写的很多书 还有犹太的很多 犹太的商业上的一些书 就犹太人怎么做这个生意 我想要你这个土地 要你这个房屋 我不是主动跟你要 我是主动让你把房子献给我 给你制造个敌人 那你的敌人对你威胁太大以后 你是不是要联合我 我跟你一起把敌人消灭 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主动献出你的土地 献出你的财产 跟我结盟 你的敌人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威胁到你 你依赖我越深 那我就可以完成目的 把你收割 犹太人很多的历史上 这些商业案例 全部是按照这个 就犹太人那本商业奇书 现在好像在互联网 你都能查到 关于犹太人这个做生意的书 你看现在美国的地缘政治 和犹太人 他那本书上写的 是不是一样 你没有敌人 我给你制造敌人 你没有动荡 世界和平不行 我必须制造动荡 我必须在欧亚大陆点火 点上火以后 到处 风烟四起 我可以趁火打击 和犹太人整个的商业经典 一模一样 怎么收割这个世界 所以我一直在想 这个犹太集团 包括像布尔金斯基 像基因格这些人 一定是看过 小时候是看过这些犹太经典的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中国来说 不是什么新鲜事 中国古人都玩剩下的 主要是那些美国的盟友 怎么说呢 美国的盟友 他因为民主制度 他即使有些人知道 他因为民主制度 美国就可以推动 自己希望上台一些力量 来控制这国家的政治 所以即使有一些人 看出来美国的想法 也很难改变自己国家的命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全世界 推行民主制度 因为它最强大 那我就可以用民主制度 来控制其他国家 你们这些国家想不配合 我都很难 所以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强者 才制定的 弱者只能是 被动的接受人规则 现在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不愿意接受美国 现在对东北亚 特别是中国的 整个安全环境 进行的破坏 点燃东北亚 那么中俄就建立起 联合的应对措施 共同 防止你美国在东北亚 点燃东北亚地区 点燃中国和俄罗斯周边 如果你动武的话 中国会联合行动 所以才有了 现在和平的发展环境 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 现在整个亚太地区 已经发生大规模战争 像中东一样 每天都会发生战争 就像中东那个地区 民不聊生 大量人口死亡 绝对不能让你中东地区恢复和平 有恢复和平 希望立刻再给你知道动荡 你怎么发展 最后老百姓只能追求 那个伊斯兰教 追求那个精神世界里边 那个天国 追求伊斯兰教 追求精神世界 最后呢 放弃了工业化 没有工业化 你阿拉伯人 给你芯片 你都造不出来电脑 听懂了吧 和非洲那些国家有啥区别 那非洲人 现在你看那奥运会 跑啊跳啊 你看 立下巴 就干那个就可以了 不要什么高科技工业化 造什么导弹 造什么坦克 这个东西我们给你就可以了 一个黑人 一个穆斯林 正在被美国 特别是中东地区 正在被美国摧毁工业化 他想把这套复制到哪呢 复制到中国 好在中国完成了统一 中国现在有共产党执政 俄罗斯和中国合作 阻止美国在东北亚点火 如果把中国分成八块 七块 十六块 一定是中东那个现场 到处都是战火 绝对不可能让你工业化 中国人 永远回到过去那个年代 战乱 那一战那个年代 民不了声 老百姓连饭都没有 卖而卖以 这就是美国所希望的 安格鲁萨克逊跟犹太人学的 怎么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我一直在讲 你看懂了安格鲁萨克逊 你看懂了美国 你才知道这才是血淋淋的 什么民主自由 什么民主自由 黑人 获得真正的民主 获得真正自由了吗 黑人没有工业化国家 穆斯林没有工业化国家 唯一的伊朗被美国制裁 到现在还被制裁 穆斯林想实现工业化太难 你们去玩体育 玩艺术就可以了 每天给我个念个经 在精神世界里活着就可以了 不要试图挑战 网络萨克逊的 对世界的统治 那么现在唯一 能够挑战的 就是中国俄罗斯 俄罗斯已经完成工业化了 俄罗斯有导弹卫星的 虽然现在实力不如以前 瘦斯洛的比马大 所以先知解俄罗斯 中国就是下一个 中国眼看着要在东北亚点火 中俄联合巡航 我到你家门口告诉你 你点这把火 可能会点燃你自己美国 这把火可能会烧到你 就告诉他 你敢点火的话 会有后续的行动 所以我一再强调 不要小瞧昂鲁萨克逊 也不要小瞧 整个美国在印太的战略 那个布林侃 绕着中国一圈一圈的跑 到处找机会点火 东盟有些国家很聪明 有些国家很愚蠢 有一些人 为了什么所谓的独立 甘愿把自己奉献给美国 都有 但是现在只要有中国 赫兹斯联合强大的 POWER 权力 军事力量在这 没有国家 没有势力 能够阻止欧亚大陆的崛起 接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